引致總統就職典禮 外界期待的520臺國行情 早盤一路衝破兩萬一千三百點大關 但在十一點半時 突然急轉直下 市場猜測是因為這句話 十一點三十四分時 總統賴清德 一句兩岸互不隸屬 讓臺國原先只是小碟震盪 忽然就來個大跳水 重點性上任的金管會主委 彭金龍面對媒體提問 也面有難色 從法人原先推演的 文林演說三劇本來看 演說內容偏向中性情境 才會讓台股上衝下襲 金管台股盤中一度下挫 超過一百五十點 讓不少投資人捏把冷汗 但好在後來在台積電吉拉之下 將軍指數跌幅開始收斂 尾盤吉拉中場因此收在 兩萬一千兩百七十億點 通常總統在上任的第一天 民眾都會先觀望一下 愛清德總統以後的那個 經濟的方向再做決定 所以不是純粹看這個 所謂的慶祝行情 沒有額外的一個這個驚喜 所以這些原本大家就已經知道的一些 這個所謂的這個五大信賴產業 今天重新又被談一次的時候 這個市場最佳的意願就變得非常低 甚至有一些反向就想要趁著這個時候 這個獲利落袋 五二零總統就職 台股上下震盪超過兩百點 盤中傳出政府基金等神秘力量 進場力挺 尾盤獵手紅盤 三大法人持續買超超過九億元 內銷信證局國民性侵人債 逢低搶進給足面子 閃璇注意力的副詞台北報導